大家好,欢迎来到明子的插发频道 人们都说家有银银,越过越有 现在是二月中旬,外面还下着小雪 可是银银的枝条已经有了花苞了 我就捡了几只银银的枝条,放在水里养 看看 过了几天,这个花苞越长越大 非常的喜庆 我们今天就用银银枝条来 进行插花,首先我们看看 这个银银枝条的特点 它是属于一种线状的花材 它的花苞是银灰色的 颜色非常的漂亮,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的枝条非常的柔软 可以任意弯曲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拱形的 或者一个直线型的柴 或者利用它的曲线 弯曲成不同的形状 这样的枝条 这样的枝条 用来配上松枝 都是非常美丽的 如果再选择一种 更鲜艳的花材 给它搭配上 让它们的颜色 让它们的颜色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对比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这是一个比较古朴的一个花瓶 这是一块花泥 把它固定在这个花瓶的瓶口 它是有注了水的 我首先要给这个花瓶 插上一些叶片 让叶片有装饰的作用 这是橡皮树的叶片 冬天里花柴非常的稀缺 可以利用室内的一些植物 叶片来进行插花 这个是 龟背叶 和橡皮叶 它们都是常见的一些 室内植物 这个是福桑的叶子 福桑的叶子 又大又绿 也可以用来进行插花 当然它的保水性不是很好 如果它有干掉的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换掉 橡皮树也是室内里一种常见的植物 它的叶片非常的厚实 坚挺 用于插花 也是一个很好的插花材料 好了 鸡部的叶片 基本上就可以 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把它插制好 这里主要用了三种叶菜 一个是 龟背叶 橡皮叶 还有福桑的叶片 让它们很有层次感 铺足在整个花瓶的边缘 作为一个基座 这时候你会想到 我们要用银柳的枝条 插在这个花瓶的上面 用什么样的形式 来进行这个银柳的插花呢 我们说过 有直立形 有倾斜形 有弯曲形 弯曲形成一定的曲线美 把银柳的枝条弯曲成弧形 插在这个作品里边 形成一个环状的形态 我们这样多插几枝 有甜跟香盐 好 在这个方向 我们要给它做一个延展性的插作 熊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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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插花作品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请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